蠢蠢迷 你扰乱攻塔 谁亏谁亏 我又做错事 小姐 老爷被抓了 那高素者是谁 人证 物证在哪儿 爹怎么变素的 你们一概不知 佛总能保佑爹不受刑罚吗 这家里连个能顶事的男人都没有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待人犯 待素者何在 大人 丙女蠢蠢迷 今日上堂 待负申冤 女流之辈怎么就敢上的公堂那样的污秽之处 你一个女的当什么祖师啊 历朝历代也没整成 你觉得呢 小姑娘 我觉得大错特错 这公堂是最公正公平的地方 日法可是陛下亲自搬的大碟 怎么能说污秽呢 岂不是污蔑了 二次外 我爹被诬告不若光顾着自己 这才是最大的不祥 你三方五字诱导服 不道 不目 不孝 不义 该判图刑 流行 或几乎 小刑 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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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春图迷这样的 小小年纪说起律法来一套一套的 倒是有点意思 折冲府都位 韩无畏 这位郎君 一定是被你在堂上的封字给迷住了呀 大大人 我想做送尸 跟我去寻遇 你想如何 嗯 叶大哥 你在办案子这件事情上 特别有天赐 咱们俩可以成为搭道 是人性 不超过三人 快 从今以后 你的安慰 我来守护 兔米 纵使他对你真的好 但是夜叉是杀手 是朝廷侵犯的 我哥哥 怎么会是耐杀无辜职 兔米 你会帮我的吗 我身上有很多秘密 你为什么相信我 我不是毫无理由地觉得他是个好人 是因为我看到了 而且感受到了 所以我想帮他护他 所以我想帮他护他 你要凭一起之力 对抗陛下 你 无法罢了 你 无法罢了 你 无法罢了 朝廷重置 威胁我 说要杀掉我的时候 我没有退去 我应以律法证明 哥哥 为夜叉和阿易丽 变出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 让他们堂堂正正 在我抄律法之下活着 总要有人不惜性命要去维护 才能让世人相信 维护律法尊严的人 有法无天